电视剧《我的恶魔少爷》正在网络上热播 这部由于兴田和贾争宇主演的电视剧看得观众尖叫不已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部剧吧 这部剧讲述了恶魔少爷韩七路与未婚妻出下在求婚之际 却因为圣德四少老大李神东产生误会面临分手危机 李神东对岸出下一见钟情 对岸出下展开无死角追求 而韩七路更是得到了圣德魔女白秋子的一见亲心 只得韩七路和安出下情感之路波折连连 乌龙事件层出不穷 经过不懈的努力 韩七路和安出下终于迎来爱情的甜蜜 根据最新剧情 安出下在江氏集团发布会上说 之前的一切都是无稽之谈 希望大家继续信任江氏集团 台下的韩七路不知道这些事 他当众站了出来 表示安出下说的都是假的 各界媒体发现了韩七路 大家都非常激动 赶紧围着他让其说话 韩七路通言无几 随口说安出下不是自己的未婚妻 只是自己的女佣 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江氏集团的信任度降低 安出下为了躲避风波 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此时韩七路却在接受家里人的治疗 他是韩家的继承人 不能一直这样心志向的小孩子 韩家找了国内外最好的医生来给韩七路医治 韩七路的病情在治疗下不断好转 有一天终于想起了安出下是谁 此时正好迎来圣德学院新学期的开学典礼 安出下穿着低胸礼服参加开学典礼 想和他告白的男生排成了长队 韩七路也赶了过来看到这一幕 飞都要气炸了 更多精彩剧情 我们下一集再见 么哒